因為這個今天講到這個祭祀人口比的問題 你看連這個前期館市長蘇一仁都說 你們這個改這個祭祀人口比 就是為了讓數字更漂亮 因為他是總算總計量的 總共你打了多少計 不計說你是不是打第二計的 然後再處理這個人口數 所以有人認為說 說你這種算法 你當然會好像覆蓋率比較好一點 可是這個陳時中部長也提了這個其他 說其實國際間很普遍是用這種 這種做法 那請教醫生你怎麼看 那這個真的是為了美化數字而已嗎 我想是這樣 就是說如果他呈現的數字可以用 祭祀的人口比跟那個 接種人口比都一起呈現 那大家就自己去可以看 一般來講 當然是用接種人口比上全人口 這樣的比較真實的一面 就是說類似就每個人都打一劑 這樣的效果 那因為你如果用祭祀 但是這個人口比這個會呈現什麼問題 我舉一個例來講 如果今天我們有十個人 但是只打了八劑疫苗 那如果其中八個人各打一劑 那就是80%打上疫苗 對不對 如果每個人都打兩劑 那只有四個人 每個人都打兩劑 那就只有40%的人口打了 所以如果是要用那個祭祀人口比 大概有時候會有點失真 比較好的方式應該是最好是 不然你就把數據多方面呈現 就是說接種人口比也出來 祭祀人口比也出來 就大家把這個整個數據都呈現出來 那這樣大家各自去分析 可以看到不同的階段 那這樣就比較可以真實的呈現 當然各國之間都是在拚說 每個人先打一劑再說 對 其實臺灣也是這樣在做啊 臺灣你看 我們為什麼那個第二劑都拖到 那個什麼十到十二週才打 就是說他希望我們 我們希望每個人先打一劑 因為我們疫苗不足嘛 如果今天我們疫苗很夠 就像美國什麼關島那些 你誰到誰打 那根本不用管這個事情 你就是一個月後就打 兩個月後也可以打 都可以打 但是因為我們人 我們的疫苗的劑量不夠 技術不夠 所以我們變成說 希望大概每個人先打一劑 其實每個人先打一劑 比一半的人 每個人多打兩劑 效果還是好啦 因為畢竟來講 在一些疫苗缺乏的國家 都是這樣在做的 加拿大也是一樣 你不要看加拿大 好像國家很大 好像買了多少 五倍十倍的人口的疫苗 但是他們也是缺少疫苗 因為他們買了 但是貨也到不了 所以他們是每個人 先打一劑再說 但是你看最近那個 那個加拿大的總理杜魯道 他怎麼打 他後來第二劑打莫德納 第一劑打AZ第二劑打莫德納 就是這樣來的 因為他們疫苗也不足 所以他有什麼東西就打了 不過現在混打 現在有時候在先進國 也變成一種的趨勢 當然在臺灣 網路上 我覺得還要保守 我覺得還保守 你看混打的問題 你看到底要聽誰的 我跟你講混打的問題 其實混打在在西班牙跟英國的研究 第一劑打AZ 第二劑打BNT BNT跟莫德納 其實都是mRNA的疫苗 那他們的效果比兩次都打AZ效果好 所以為什麼今天基隆發現有兩個整首醫師說要去想要去偷打那個第一劑打AZ 他想要去偷打莫德納 就是這樣來的 那臺中疫苗也發生了五個案例 就是這樣 為什麼這樣這樣想 因為國外已經有一件研究 包括顯示說你混打 尤其第一劑打AZ 第二劑打BNT 或者是莫德納 莫德納還沒有正式出來 但是第二劑打BNT 效果比兩劑都打AZ好 而且這個抗理可以持續更高更久 甚至可以預防印度變種病毒株 所以為什麼醫護人員有這個 有這個訴求 他希望因為醫護人 你知道我們的醫護人員大部分都打什麼 都打AZ 因為他們很早就打了 他們是第一劑 他們都打第一劑 他們想要打第二劑打莫德納 但是我們現在臺灣的CDG 還是非常非常的保守 那據說臺大醫院已經有在做臨床實驗 他的臨床實驗怎麼做了 第一劑打AZ 第二劑打莫德納 那莫德納有點類似BNT 就他們都是mrm的疫苗 那看效果怎樣 如果效果不錯 可能我們最近的將來說不定會開放 就讓這些第一劑打AZ的 第二劑可以打莫德納 當然我們要看莫德納能夠進多少疫苗進來 打疫苗問題還是很多啦 你說醫護人員大部分都打AZ沒有錯 但是是不是醫護人員都有打疫苗 不盡然啦 昨天這個江守山醫師在我們節目裡頭講說 其實他們有他們的審索比方他們的醫護都很想打 可是還是沒打到啊 其實大部分的醫護都有打為什麼都有打 其實你知道嗎在我們社區流感 在我們社區那個社區的群聚發生之前 我們很多醫護人真的是沒有打 為什麼 因為沒有社區流行很多人就在等啊 等什麼東西 本來也是在等莫德納啦 老實說也是這樣 我們也不能否認說他們不能說 他們怎麼偷機取巧 怎麼他們怎麼不良的事 不是這樣啦 因為大家那時候宣布的消息 就是莫德納或BNT效果 預防感染的效果比那個AZ好嘛 那這也是確實的 當然從另一方面來講 他們在預防重症跟死亡的效果差不了多少 所以其實在那種社區流行的時候 其實不能等 所以為什麼醫護人員那時候選擇 不管了就是打了 AZ都打了 所以大部分的醫護人員都是打AZ的 你要瞭解 但是他們期待第二劑打莫德納 當然我就覺得中華疫情 怎麼樣其實可以稍微開放一點 其實你怕說發生問題 你就讓這些要打第二劑打莫德納 寫一個切結書說 你今天要打莫德納後果 你自己負責 這樣就好了嘛 其實我跟你講啦 這些醫護人員 他們知識也不會輸給那些CDC的專家們 這種東西大家也是在看論文 才知道的東西 你CDC專家自己也沒經驗 他也是要看別人的論文 那我們醫護人員難道不會看論文嗎 我們也是在看論文 不然你自己有什麼資料可以呈現給我看 但是我還是奉獻大家 現在大家很多AZ跟莫德納到底是打了一種 你看嘛 我們那個統計書來講 大家都想要打莫德納 還有些人專打莫德納不打AZ的 那怎麼辦 其實我覺得我們臺灣不要講臺灣全世界都已經在社區流行的 千萬不要等 不要選 對 你打我們最重要打疫苗的目的是不要重症跟死亡 如果你可以不得不到重症跟死亡 就像你得到一個感冒 我不得感冒跟我只得了輕微的感冒 我就好起來 其實差不了 醫師差不了多少 對 你看你不打疫苗 你如果得了會這樣怎麼樣 肺部纖維化 那你肺部纖維化的時候 這有些是不可逆的 你知道嗎 永遠的傷害 所以你要避免的是這種東西 所以千萬小心 你絕對應該要好好去打 不要去選 這個我們在社區流行 不要選 趕快去打 好好打 這樣我們大家拚 大家可以趕快解封 大家都自由